在21世纪的装甲战斗车辆设计中 信息化和智能化是最常被提及的两个名词 但很遗憾的是 随着世界和平的到来 也基本上不会有国家继续钻研下一代装甲车辆的开发 于是真正的信息化和智能化装甲车似乎已经遥遥无期了 但就在近几年 新加坡路军列装的疫情 步兵装甲战斗车及猎人装甲战斗车 在某种程度上实现了装甲车辆基本的信息化和智能化 实际上步兵战车的信息化与智能化是被反装甲火力逼迫 不得已进行了升级 世界上的第一代步兵战车基本上是以BMP1为主 它的防护性能基本只需要挡住步枪和轻击枪子弹 因为在那个时候 单兵反坦克武器尚不普及 一代步兵战车只需要技术装甲 就可以和坦克一样横冲直撞了 但是在这个过程中 各国军方也发现了一些端倪 由于单兵反坦克火箭筒的普及 虽然步兵无法碾着步战车打 但手中有火箭筒至少可以不被步战车碾着打 而且随着武器科技的进步 一些弹道武器也可以很好地威胁到步兵战车 比如大口径机枪或者小口径机炮等 在这个时期步兵战车也不是苏联一家 其他国家也陆续拥有了自己的步兵战车 所以第二代步兵战车的主要目的是 和其他同等级的步兵战车相互对抗 这些步战车一般配备有20到30毫米口径的机炮 和足以威胁主战坦克的反坦克导弹 同时他们的防御要求是要在远距离 可以抵挡下对手步战车机炮所发射的穿甲弹 为了抵挡单兵反坦克武器 比如反坦克火箭筒 其中的一些还配备有爆炸反应装甲 比如改装过后的BMP-3和布莱德利等 在这种甲弹对抗的螺旋中 步战车开始变得越来越重 比如德国的美洲师步兵战车 以色列的瓷虎等 他们不仅可以在近距离防御小口径机炮 发射的唯一稳定托克穿甲弹 甚至可以在特定角度上 抵挡反坦克导弹的射击 但唯一的问题就是 他们的体重太重了 全副武装的美洲师步兵战车 体重已经来到了40多吨 而瓷虎干脆就是梅卡瓦坦克的底盘 改装而来的产物 制造这种防御力极大提升的 第三代步兵战车 缺点显而易见 虽然重型步兵战车 在夹弹对抗中可以占据一定的优势 厚重的装甲也可以在高强度交火中 保护几方步兵 但问题在于 重型步兵战车除了火力和防护之外 带来了一系列的问题 首先问题就是太贵 美洲师步兵战车的单价 已经飙升到了885万欧元 而另外一个问题则在于保障 四五十吨的步兵战车已经丧失了 可以发起突然袭击的能力 它的保障要求得向着坦克看起 无形之中又增加了各种开支 那怎么样才能让装甲车的体重降低 又能让防护提升呢 其实很简单 那就是增加装甲车的信息化程度 当这台装甲车 可以和其他的信息化节点相互通信 那么每一个信息化节点 搜索的敌情都可以传递到本车 只要发现距离够远 那么它即使不装备装甲 也可以在战场上安全生存 这就是新加坡新一代步兵战车 号称第四代步兵战车的 猎人步兵战斗车的核心设计理念 此外它还有一个绰号 行走的装甲电脑 猎人装甲车是由新加坡国防科技局 和新加坡陆军联合开发的 旅代式新加坡装甲战车 它旨在取代新加坡陆军老化的 Ultra M113装甲运名车 该车于2019年投入使用 它是新加坡陆军的 也是世界上第一个完全数字化的平台 旨在为装甲部队提供增强的能力 以便在军事行动的各个阶段 更有效地运作 这台装甲车长度6.9米 宽度3.4米 高度3.4米 战斗重量仅为29.5吨 在更先进的战斗力下 其重量和布雷德利 黄鼠狼等欧美不战车相当 这是非常难能可贵的克制 它的载员为三人 分别是车长炮手和驾驶员 同时它后方的载员舱 还可以再搭载八名全副武装的士兵 它的战斗舱是集成式的 各个部件可以相互独立运作 又可以综合使用 比如车长既可以在紧急情况下 接管炮手控制 也可以在驾驶员失能时 操控装甲车 后退回掩体 活力方面 猎人装甲车最主要的活力 是一台由以色列拉斐尔公司 研制的SIMS30 顶制无人遥控炮塔 也就是说 炮塔内只有武器和弹药 没有载援 也就是说 猎人装甲车 可以在恶劣交战环境中 只露出炮塔和敌人交火 即使炮塔被击穿 也不会威胁到 车体内的车组人员 SIMS30置顶 无人遥控炮塔 以一门30毫米 MK44 大毒蛇 二型电炮 作为全车的主炮 拥有200发 30×173毫米 备用弹药 可以发射包括 穿甲燃烧弹 唯一稳定托克穿甲弹 高爆燃烧弹在内的 多种不同功能的弹种 其钢针 可以轻而易举 击穿 轻型坦克 或者主战坦克的侧面 为了对付装甲目标 它还拥有一个 双连装成丁导弹发射器 平时在炮坦后部 藏室内隐藏 避免挂钩 在需要时就可以打开 对目标发射导弹 并且由于成丁导弹 是射后不离 所以在发射完导弹之后 猎人就可以收起导弹发射架 重新隐蔽自身 动力方面 猎人使用一台 MTU8V199T20 涡轮增压柴油机 可以输出720匹马力 综合530千瓦 动功率为24马力每吨 偶合一台 HMX3000液压机械时 无极变速器 最大行驶速度为70千米每小时 最大行驶里程为500千米 防护方面 猎人车体的基础装甲为 北约STNAG4569弹道防护标准中的 四级防护标准 可以在正面抵挡 14.5×114毫米 高射机枪穿甲弹 在200米处 速度为911米的机中 还可以抵挡 155毫米榴弹炮 在30米处的爆炸破片 并且还提供了基础的 对AED的防御能力 此外 猎人步兵战车 还学习德国 山猫装甲车的 模块化装甲组件能力 随时可以通过在 车体四周 安装额外的 附加防御组件 以提供对动能弹 以及化学弹 不同的防御能力拓展 乍一看 这样一种装甲车 也仅仅是在 第二代装甲车上 进行了某些升级之后 得出了一种全新武器 在硬件方面 它和其他步兵战车 并没有什么改变 那它为什么会被称为 装甲电脑呢 这就不得不提到 它所安装的 一整套数字化 信息化战斗系统 猎人装甲车 配备了一个 全方位的监控系统 可以为车组人员 提供360度视野 观察能力达到了 前所未有的高度 车内即可对车外 所有方位进行观察 这在车辆驾驶的时候 可以有效观察周边情况 防止危险发生 这对于复杂路面环境 至关重要 同时 观察系统减少了 车组人员打开舱盖观察时 受到的敌方火力威胁 可以最大程度地减少 机组人员受到伤害的风险 特别是在城市作战环境中 另外 猎人装甲车 可以动用无人机和地面车辆 进行远程侦查 和收集监视信息 进一步提高了 战场的观测范围和透明度 增强了感知能力 作为新加坡路军第一个 完全数字化平台 其次的车辆CSI系统 能够却助增强 新加坡路军的 网络作战能力 并提高战车本身的作战效能 猎人装甲车 能够高度融入 新加坡武装力量的作战网络 作为作战网络中的一个单元 其他平台一起战斗 通过车载的 下一代战术指挥和控制系统 车组人员 能够在完全数字化的环境中作战 通过数字化任务规划 实现军事编队 与车辆之间的 高效无线信息交换 低延迟网络无线电 和广域通信网络 通过允许更快的数据传输 和更广泛的范围来通讯 增强低人装甲车与坦克 各类装甲车辆之间的连接性 低人装甲车的武器系统 与车辆的指挥和控制系统集成 车组人员可以快速识别 并且向临近部队 分享有关的目标信息 网络协同作战 使装甲车能够更准确 更快地感知到战场环境 在所有地形上 对地方发起快速精准的打击 在新加坡 这套整合的数字化 网络站立的系统 被称为陆军战术参与和信息系统 这一套系统又被称为阿尔推米斯 这也就是为什么猎人步兵战车 也实际上是二代步兵战车的壳子 但可以被称为世界上第一种 信息化装甲车的原因 该系统允许不同的猎人车组之间 进行实时的信息交换 在阿尔推米斯系统的帮助下 指挥官能够以数字编排的方式 通过无线电和广域通信网络 自由地调整 从排级到迎级战斗单位的阵型 以便适应不同的人物需求 简单来说 指挥官在电脑屏幕上指挥的这些 有点类似于在电脑上 进行了一场RTS游戏 这样的交互界面 让猎人装甲车操作更简便 也更方便上手 最后在对自身的保护方面 猎人装甲车也和新加坡的 鲍尔坦克一样 都安装了车载激光警告系统 在现今的战场上 激光制导武器系统越来越多的情况下 可以保护360度范围的激光告警系统 是不可或缺的 它不仅可以提供对激光照射的报警 还会提醒车载人员 哪些威胁是否有针对性 使他们能够更快地采取规避行动 这也是猎人被称为 被装甲包裹着的电脑的原因 猎人不仅是一种装甲车 它还是一种泛用性底盘 在火力方面 它可以携带105毫米炮塔 作为坦克兼机车 或者轻型坦克使用 并且它还拥有如下变体 携带有30毫米炮 和两发长丁导弹的步兵战车变体 已经介绍过 就不再追需了 它还可以拆掉炮塔 将后舱进行改装 作为指挥坦克使用 或者安装维修设备 作为装甲救援车 也可以携带工程设备 搭载工兵 作为工兵突击车使用 最后这个底盘还可以搭载 重型装甲桥 承担起驾桥铺路的任务 这样一种多面手装甲车 开发工作实际上是深谋远虑的 猎人的开发始于2006年 是新加坡国防部下属 国防科学技术局的一个项目 原先这台装甲车 曾被一度称为NGA-FV 及下一代步兵战斗车辆 在设计上 它被设定为 U车M113 AFV的继任者和替代者 作为新加坡武装部队 机械化部队的关键组成部分 这也是无奈之举 因为M113实在是太老了 自70年代开始 这种装甲车已经在新加坡 服役了快40年 而其衍生型号 也早已遍布新加坡陆军各个单位 所以想要完全替换掉它 是一个不小的工程 在经过精心设计之后 NGA-FV被称为猎人 原型模型于2018年 在新加坡航站上展出 随后很快 亨特于2019年开始交付 并且在交付之初 就拥有了装甲战斗车辆 装甲指挥车和装甲救援车的变体 2019年6月 猎人装甲车首次加入新加坡陆军服役 新加坡装甲团第42营 被指定为运营新战车的 首个装甲战斗群 2022年3月 第一批猎人装甲车 已做好战斗准备 这台新车到底有何种威力 火力军和大家一起 期待更多消息的释出 好了 这就是本期视频的全部内容 如果您还有什么需要补充的 欢迎在评论区和大家一起讨论 我是火力军 下期再见 感谢观看